好,我們現在要來教那個便當袋 那便當袋的話呢 首先我們要先看我們的便當盒有多大 你先把你的便當盒的這個尺寸量出來 把你的便當盒的尺寸量出來 然後先決定的是它的這個底部的部分 那這個底部要多大呢 就是說看我們的便當盒有多大 再加一點點鬆份 這個就是我們這個底部的部分 這個底的部分 那底的話決定出來之後 我們就要量它的周長 那周長就是AB 所以我們這個周長呢 是多長呢 就是A加B乘2 再加上縫份 就是我們的這個長度 那這個高度呢 就是說我們便當盒的高度 看你要多多少出來 然後我們就是決定我們便當的高度 那當然就是要看你會不會帶水果啦 如果你會帶水果的話 我們就是高度也是給它增加一點 那這個長度 這個高度也是隨我們個人喜歡 那這個底的話 就是依照你的便當盒大小喜歡 那當然我也可以給你一個固定的尺寸 可是我們每個人的便當盒大小不一樣 我覺得還是要教大家算法 你們以後才會真正的去做 不然你只是照本宣科 我覺得沒有什麼意義 然後這樣子之後呢 我們的表布呢就是 就是有一個底 有一個高度對不對 那接下來我要講的是裏布的部分 裏布的部分 我們要注意這個高度的地方 下來大約3公分 我們要把它切開來 也就是說我們裏布呢 會有一塊這個 然後再一塊這個 所以裏布的部分 我們中間會有接線 為什麼要接線 因為我們中間要做一個 那個漱口的那個布料 那我們漱布要切成兩塊 這個都要再加縫分哦 我們現在講的這個是 現在是高度是 你3公分是還沒有加縫分的哦 所以之後呢 我們的那個漱口的部分呢 是要 因為漱口它是兩邊要剪開 所以我們漱口是要這樣子的長度 多長呢 就是A加B的長度 那縫分你就是另外再加縫分這樣子 另外再加縫分 這樣子的東西你要兩塊 這是漱口的部分 然後兩塊呢 它要多高 我告訴你大概要多高 因為我之前做第一個 我覺得它太短了 後來發現高度大概就是說 我們便當盒這個比較長的 這個部分的一半 再加上縫分大概是這樣的高度 也就是說 如果你的便當盒這裡是20公分的話 你一半是不是只有10公分 10公分再加上縫分 跟那個漱口的那個縫分要比較多 你這裡就是大約要15公分 可是這尺寸沒有絕對的 就是取決在於說你的便當盒 你這個袋子有多大 我是抓一個大約這樣子 然後我們這個漱口的部分 我們要兩塊 那左右兩邊也是都要縫分 那這15公分的話 我們就是剛剛就是已經把縫分加進去了 可是它也不一定是15 你們應該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我們先把這個布料先準備好 那如果我們最重要是說你的裏布 一定要剪開成兩片 兩片這個中間是要加縫分 那表布的話 你可以一整片你也可以剪接 那我們把布料剪好之後呢 我們還要準備的是那個提袋的部分 那提袋的部分就是 當然你要提多長就多長了 把布料準備好之後 等一下教你們怎麼抽囉 根據我們剛剛的製圖呢 我們現在大概就是會有一塊那個主布 好 那這個主布呢 就是說我們依照我們這個袋子 好 我們的便當袋的這個袋子大小 然後你的周圍周長加起來 就是這塊主布 那因為我想要配色我當然就配色 你不想要配色你就整塊布 然後記得表布都要貼後部秤 好 你表布都要貼後部秤你才會挺 那之後你要裏布 裏布這個底也要一塊裏布 然後裏布的剛剛有說裏布那邊要剪開 就是像這樣子喔 就是說你裏布的這個 這個這裡要剪開 上面跟下面要剪開 那剪開中間我們就是要放漱口的位置 所以這中間會有點交叉 這就是縫粉的地方 那上面的話 因為我是想說這塊布有剩 我就把它拿來當上面的裝飾 那如果你要上下都同樣一塊布也是OK 然後接下來呢 會有一個那個束口袋的部分 那束口袋的部分就是要剪成兩片 因為你要兩邊都能拉 那這個的話 等一下我們就是要插在這個裏布的中間 然後還有這個提袋的部分 那因為 也是因為點點的布有剩 我就把織袋裝飾一下 把它縫一縫 然後還要準備的是什麼 兩條那個綿繩 那綿繩的話 你可以先把它打好 等一下我們就可以用 用來束口 那綿繩的話 當然就是說 看你這個袋口有多大 我們等一下就要綁多大 好之後我們就開始車囉 材料都介紹完了 所以你們就是可以自己 自己看你們要做多大 你們就做多大 其實有時候問這個 都是還蠻多餘的 因為 就剛剛說的便當袋 每一個人家裡都不一樣大小 好我們現在開始來接這個 有些人會先把這個周長都接完 再來 再來跟這個四方形接 我覺得這樣其實還蠻累的 所以我都是 預留一個長度之後 我就開始車 開始車的話呢 就是說從上面呢 我們要留一公分的縫份 好留一公分的縫份 我就開始車 車到這裡的時候 這裡是不是下面也是一公分的縫份 所以我就稍微畫一下記號好了 好我就開始車 車到這裡的時候 針插在下面 直接轉彎 轉過來再繼續車 好 車到這邊不是還有一公分的縫份嗎 再畫一條線 車到這個點的時候 就把針插著 然後再轉彎 所以這樣車蠻快的 你要是先把周長先車起來 有時候你就這邊對不太起來 就蠻討厭的 好這裡再畫一條線 一公分的地方 畫一條線 來把針插在下面轉彎 所以尺寸可以多算一點點沒關係 多了一兩公分也沒關係 因為你這樣就方便很多 你省了很多時間在那邊對 好一直車到剛剛這邊呢 不是有一個一公分的地方嗎 好我們就是車到這邊為止 回針 好之後呢 這個地方我們再把它接起來 這樣是不是很快 你說是不是 很快就可以把這個 周長把它接好 這裡剛壓線沒壓好 沒關係 好把它接好 就把它這樣車起來就好了 車一公分 可能就等於是 就是 旁邊要跟它接在一起的意思 所以 其實你不管用什麼方式 都可以把它接起來 只是說我用這個方式 我覺得還蠻快速的 而且非常準確 你都不會 不會 合不起來 你看 這樣我底接起來 就非常的漂亮 有沒有 好這個表布就處理完了 先把它放到一邊去 我們要來剪裏 做裏布 那裏布呢 這個底也是一樣 我們也是要把它四周接起來 好先把這個四周先接起來 可是這個底接起來的時候 我們要注意一個地方 就是說等一下我們要留一個反口 留一個反口 等一下我們要弄到 翻到正面的時候 要靠那個反口來翻 好 一樣 跟剛剛一樣 車到這個地方的時候 留一公分 真插下來 然後再車這一面 那你反口你要留哪一邊都可以 我是習慣留在比較寬的這一面 這樣子等一下我比較好接 其實本來這個蠻簡單 不打算教的 可是發現很多人 好像還是不太會做 我就還是來教學一下這樣子 為什麼不太想教呢 是因為我怕它片長很長 片長很長 有時候就很討厭 就是 就是 就是上傳 要上傳很久 然後那個上傳的時間 我的電腦都不太能做事 因為它就會 工作很慢 好 一樣車到這邊的時候呢 一個峰子點 為真 那你有看到 我剛剛這裡有一段 沒有車到喔 剛剛在講話的時候 這段我沒有車到 這段等一下就是反口 好 到這裡的時候 再把它翻這樣子過來 之後呢 我們再把它車起來 這樣我們的那個邊邊 就非常非常的好接 對不對 好 接到這裡回真 之後 再把多餘的布料剪掉 這樣就好了 好 接下來我要 做一件那個 跟大家說 要做記號的事 就是說呢 我們這個長方形 我們這個是不是 一個長方形 這個比較短的地方 我們的中央線 我們要先把它取出來 所以這時候 你取中央線的時候 就是把它直接對折 直接對折之後 你看你的中央線在哪裡 先把它剪一個牙口 當記號 那另外一邊不用講啊 另外一邊就是 就是把它對折這樣 為什麼要做這記號呢 因為我們要來車 那個漱口的部分 因為漱口的部分呢 通常就是說 我們漱口的部分就是 那個 兩邊等一下要拉 我們是從這個最旁邊 這個中央的部分拉 所以這個漱口袋的部分 我們現在要把它夾車 都在那個裏布中間 所以呢 現在先把它對好 我們把多餘的地方 就是當縫份把它車起來 其實有時候我覺得 講太多也沒有用 因為這很多時候就是 你要自己 做做看 那因為我的話 都是不太 我不太愛這邊 一直用尺量 量老半天 我就好像蠻累的 我都會做到這樣 我就直接畫記號線就好了 因為你直接畫記號線 不是還蠻方便嗎 多餘的地方 我們就可以把它修掉 修整掉就好了 好 我們現在呢 把這個漱口袋的兩邊呢 左右兩邊要車縫 那這個寬度呢 剛好要是漱口袋 這個袋子 這個便當袋的這個寬度 這樣有沒有看到 所以我們這一段的距離 我們就是把它車起來 車起來上面 我們要留的是 那個穿繩子的部分 那之前我們有教過漱口袋怎麼做 所以我們就是 縫份就是要留 像這麼大 所以我們就是把它折起來之後做記號 有沒有看到 把它折起來之後做記號 你就知道你這裡要留多大 那另外一邊也是一樣喔 我們另外一邊就是 要留一樣大 那這個寬度的話 你喜歡用尺量就用尺量 你有辦法像我剛剛那樣做記號的話 那當然就最好 因為這樣做記號還蠻快的 所以總而言之就是說 你這個寬度 車丸的這個寬度 要是這個漱口袋 沒有 這個便當袋剛剛的那個 口徑的大小 好 那我們現在留了上面一個縫 有沒有看到 接下來呢 我們要把這個口的部分 先把它三卷車縫起來 好 就是這個口的地方 那現在是這裡留蠻大的 你不喜歡那麼大 你就把它剪掉 那我是覺得說 因為它這裡是不是會虛邊 我就直接可以這樣把它壓起來 這樣還蠻好看的 就不會看到那個虛邊的部分 我們就直接把它折進去 好 然後就直接把它車起來 這樣的話你就不用車不邊啦 我是蠻快樂的 好 然後把它車起來 另外一邊也是一樣 好 就把它車起來 就是因為它蠻簡單的 然後卻車起來有點花時間 所以就想說 大家可以自己摸索一下 那 沒辦法還是應大家要求 有沒有 嘿 就是扯一下 因為現在那個今年 我知道今天要上那個小學或國中 好像已經開始要跟學校去報到了 這些新生的媽媽們 你們就可以開始幫小朋友做一下便當袋 好 我們先都把這個邊邊處理好 這樣等一下呢 我們就可以比較漂亮一點的去完成它 完成度會比較好 然後聲音會變比較小 我今天的攝影機比較高一點點 不是攝影機啊 我手機啊 其實我都用手機拍而已 還蠻簡單的 好 好我們上面車完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跟這個袋子結合了 就是跟這個裡布結合 那你在接的時候不要亂接一通 等一下接一接變反面 就是說 我們等一下會是這樣包 所以我們是正面喔 這次不是正正相對 而是正面疊正面這樣子車 我們就把它車一圈 把它車起來 因為等一下我們會那個 現在是裡布跟裡布有沒有 正面對正面 這樣把它組合起來 那就是要把中央線都先對好 這裡的話就不要亂車 就是你尺寸還是要稍微 你這個中央點還是要稍微固定一下 因為你亂車的話 等一下綁起來 那個便當袋會 我覺得歪歪的 就沒有那麼好看 好 我們現在布先把它車起來 等一下我們再來跟上面 好 剛剛有說一個那個 那個裡布上面的那個部分 我們再來把它接起來 那先這樣 先這樣車 比較好車 好 車起來之後呢 我們就要跟另外那個 上面的部分接起來了 那上面的部分 我用的是這一塊 看一下哪一邊比較可愛 長怎樣比較可愛 好 來 找個地方來接 好 我們裡布就可以接囉 一樣 那上面這塊你就要正正相對囉 等一下其實車完就知道 因為就是把這塊漱口 的地方把它夾成而已 其實真的很簡單啦 我們只是把它裡布切開 再把它中間夾一塊布 然後有時候我們就會突然好像 好像卡到一樣有沒有 就怎麼樣頭腦都轉不過來 其實就沒有那麼難 好 車到這裡的時候呢 我也是不先車一圈喔 我比較不喜歡 我比較不喜歡那種感覺 我喜歡這樣車到快要到的時候有沒有 然後再把它併起來 但每個人的習慣不同啊 你也可以把它量好再車 我已經講過好幾次了 我們手做就是要蠻快樂的 就是你可以按照你自己的方式去車 然後最主要是不是要把它接起來 要把它做得漂亮一點 好 那你用你的方式去車 如果可以車得很漂亮 那當然很好啊 因為每個人習慣的方式不同嘛 好 好我們這樣就把它接起來了 接起來之後我們就會發現到說 我們中間這個 這個地方我們已經夾在中間了 這時候呢你可以先把那個 袋子先穿起來 你也可以說先不要管它 我們等一下跟 我們禮布已經處理完了 我們來跟裱布一起接 那這個裱布呢 我們現在要做的是什麼事 也是把中央線找出來 為什麼 因為我們要來找這個 那個提把的位置 那提把的位置 我們就必須要先把中央線先找出來 我們才有辦法找提把的位置 好那提把的位置就在哪裡呢 就是從中央線 袋子橫向的中央線喔 我是過去左右各5公分 也就是說它的間距 袋子的間距是10公分 其實這些記號線都可以在你在畫布料的時候 就先把它做起來 那因為我是比較偷懶一點 我剛剛也沒有很認真的量尺寸 因為那個底啊 我剛剛就是直接把便當盒放在上面有沒有 寬度我就直接剪了 好 那我們把這個提帶的部分呢 先把它固定在我們要車的位置上 那我中間我是留10公分 因為我覺得便當盒比較重 你不要留得太寬 留得太寬的時候 有時候一提的話 它就會往中間線下去 好 先把這個提帶部分固定起來 這塊布真的蠻適合做便當袋的 因為它都是一些那個什麼牛奶啦 飲料啦 吃的東西的那個圖案 還蠻可愛的 好 另外一邊把它固定起來 那我這個提帶的部分 我是用織袋 然後上面再裝飾一下那個布料 就是直接把它車在上面而已 沒有什麼很特別的那個裝飾 可是我覺得這樣可以跟它的那個底 可以互相配色 就覺得又很挺 然後我又不用貼布襯 這樣的方式還不錯 好 那我們現在都車完了之後呢 我們就把這個表布跟裏布合起來 這袋子真的是也太簡單了吧 就是 完成度相當高啊 好 我們車的時候要注意喔 你那個腳腳要把它對好 就是說我們原來的這個腳的部分 短的要去對短 短的地方要來對短的地方 你不要亂接一通 等一下整個袋子歪掉了 好 我們等一下車一圈 其實這袋子就完成了 好 我們袋口的部分 就是裏布跟裏布正正相對 然後就開始車它 車這個袋口的時候 千萬記得你不要用力拉 你拉的時候這個袋口很容易變形 雖然你有燙布襯了有沒有 可是你的那個蠻力喔 其實加上那個 縫刃車的這個拉力 有時候還是會讓袋口變形 所以我們在車 袋子的那個袋口的時候 不要用力拉 我們就是順順的車就好 那時候就把它車一圈 車起來 就完成 就有人說我在 車東西好像都很簡單喔 那是因為 這本來就不難 真的很難的袋子 說實在我也沒有辦法 這樣拍影片交啦 因為 因為它那個影片可能就很長 還有很多美美嘎嘎 我也沒有辦法說真的可以 在這種很短的時間內 就巨細迷移的交完 因為 如果交又交不透徹的話 那我乾脆不要講 好 我們這樣一圈把它車完了 之後呢 記不記得我們剛剛有留一個 反口 我們就從剛剛這個袋子 這個反口 找一下 好 把它翻到正面來 基本上我們袋子好像就完成了 只剩下那個 漱口的部分 好 袋子翻到正面之後呢 我們這個漱口部分我們來車 那漱口的話 就跟我們之前 漱口袋的意思一樣喔 我們準備兩條棉繩 先把它打結也可以 不打結也可以 你就是要交叉 交叉放 交叉放的時候 我們先把第一條袋子 我們先把它打開 像這樣子 第二個也打開 那上面這兩個是一國的 下面兩個一國 這個大家應該都知道 你不知道的話 去看一下漱口袋 漱口袋的做法 上面有教得很清楚 要 該怎麼做 然後我們就把它放上來 開始車喔 那漱口袋應該大家都會車吧 不會車的 就像我剛剛說的 直接去找一下上次的影片 那個漱口部分講得非常清楚 我們就是先把這個漱口的部分 把它車起來 那這個 這個小心要車 車的時候不要車到棉繩喔 有些人他車完之後 車到棉繩 他根本拉不動 搞屁啊 媽媽我這個棉繩都拉不起來 結果就是媽媽車到棉繩 好 回升 接下來要車另外一邊 好 漱口袋一樣 看不懂的人 請去翻一下上次的影片 小心不要車到棉繩 再提醒一次 那如果你不太會摺的人 你也可以用車步邊的方式 那如果你要漂亮一點的 你這邊也可以做雙層 可是雙層的話相對也會變比較厚一些 就看你自己的取捨 繼續把它車起來囉 好 這樣子我們這袋子幾乎就完成了 剩下反口的部分把它縫起來就完成了 然後我們再把這個 反口的地方把它拉出來 把它車好 這樣就可以了 我們的便當袋 其實就是跟我們一般的袋子一樣 它只有插在哪裡呢 就是插在這個裡部的地方 上面要剪接一道線 中間夾車漱口部分 就只有插這樣而已 那底部的那個方式呢 也有人用打腳的 也有人像我 也可以說做像我這樣子 接合一個四方形 那就是你喜歡就可以 那如果你的便當盒 是圓形的 那你就可以用圓形的去車 那車法就跟這個一樣 好我們完成囉 就是說我們把它整理好 袋底先把它翻出來 這樣我們這一咖就做完了 有沒有很可愛 啊沒有啦 我上面忘記壓線 怪不得我感覺都會怪怪 好好笑 腿腿 這是這個袋口的部分 我們要把它壓線壓起來 不然它會翻開來 怪不得覺得怎麼那麼快啊 好好笑 好 袋口壓一下線喔 把它翻下來有沒有 壓一下線 壓完線就真的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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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壓完線就完成了 所以我覺得袋口這塊不完 你就是因為它裡面 就是還看得到 所以上面我們可以選 比較可愛一點的布 或是說你喜歡再配 什麼別的顏色都可以 這個配色的東西就是很 很自我的 就是你喜歡什麼顏色 你就把它配什麼顏色 有時候你覺得 你就會覺得說 我配色好難喔 我配起來都不好看 其實是做起來就好看 對不對 要對自己有信心 多配個兩次 你就會發現說 怎麼配都很好看 那如果是很沒有信心的 你就是找銅色調 銅色調的話就是 比較不會失敗 像我現在這一咖也是銅色調 都藍色的 因為上一咖都是粉的 這一咖就很想做個藍的 去幫它對稱一下有沒有 這樣是不是感覺 比較有一組的感覺 上面就是壓0.5公分 把它壓固定就好了 這裡沒有什麼特別好講的 只是說 因為它是在表布的地方 所以你慢慢壓 壓漂亮一點 不要壓過醜 其實我常常在這裡 就沒有什麼耐心啊 就是 歐北車的 好 真正車完了 好 真的車完了 再把它翻到正面 給大家看一下 好 你看這樣子是不是完成了 我們這個地方呢 就是兩邊是可以拉的有沒有 它就是中間夾車 夾車這一塊 這個束口袋的那個 好 等一下拍成品給大家看 好 趕快幫小朋友做一個 自己也可以用喔 好